人家都想不离啊 人家就行家的麻烦了 你也死了 谈点那些意料之外的神回复 带多少钱 十块钱 卧槽那么贵的那个呢 三个卧槽 哎呦怎么 三个卧槽 就是给你一千万 然后一辈子不碰男人 你会怎么学 我 我不加一千万 为什么 因为我想碰男 找女朋友的话 是想找一个小奶帽呢 还是小野帽呢 如果有条件的话 我想找个人 请问现在大街上 很多女生都露着大腿 您怎么看 目不转睛的看 师傅 我的初吻男友分手后 一直在找我 是不是我太有魅力了 初吻一直找你 打牙掉你嘴里了 奶奶 我搞对象 是吗 男的女的 你应该问我多大了 多大了 大三岁 是比你大三岁 还是比我大三岁 如果王思聪追你的话 你愿意吗 不愿意 为什么 因为有几个臭钱 就那样 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 我喜欢马云那样的 比较平一线人一些 你找男朋友 有什么要求吗 是个男的就行 你这要求 有太高了吧 像个男的也可以 师傅 是不是只有真心心爱两个人 拥抱彼此的时候 才能感觉到对方的心情 平心也可以 我每次分手的时候 最后一个用话 特别的让我心 心疼 比较冒了 比较冒了 先生您好 能采访你个问题吗 赶时间快说 你愿意花一个月工资 给女朋友买个包吗 不愿意 你怎么那么抠啊 怪不得你自己一个人 什么包两千万一个 大爷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看大门的 那您喜欢这份工作吗 我喜欢呢 都是喜欢 出来被开出了 为什么呀 大门这屋了 这边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 你觉得你男朋友帅吗 还好吧 那他是不是很有气 没有啊 那你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 你知道道德经吗 知道 那你知道老子 为什么要写道德经吗 因为老子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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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 那是什么神作呀 好像是 是牛吧 如果给你一百万 但是让你对你最好的朋友 开一枪 你会怎么办呢 如果你给我一百万 那您就是我最好的朋友 大哥我车换了 能送我回家吗 哎呦小姑娘胆挺肥啊 天这么黑 你就不怕我说坏人 呃我妈说过了 长得丑的 一般都挺善良的 哎呦好吧 那你上来吧 啊好 哎大哥 我说你丑 你咋不生气啊 哎呀我妈都说 漂亮的女人都会骗人的 讨厌 哎哎 哎 啊 你当老娘不存在了 如果你踩烤中了20万 你会干什么 我租过场地收破烂 那10万呢 这10万租过场地还收破烂 那100万呢 100万先吃喝玩乐 剩20万 然后呢 然后租过场地收破烂 啊 偷什么不办法 偷什么办法 对啊 偷钱 哎 帅哥你好 请问你现在的职业在古代叫什么 奴才 你的主管对我打了药 你好 请问你有没有那种 少夫特别多的聊天软件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女儿园家长群 室室同样 男主居无畏 宝贝 机票我准备订了啊 你爸你妈 我爸我妈 然后我们一家四口一共八张 嗯 哎 这上面还有一块保险啊 要不要买 这他妈的团灭了 还买下保险啊 哎呦什么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不亮剑的大佐和断篷吗 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 老师请来一个招牌动作 当然是来次大佐的认可了 呀 老师您呢 哎呦呦 我 站住 你真咋呀你 别住他 哈哈哈 这怎么办呀 五月 这啥都不是姐的嫁 一会儿就是两看五呀 我不接受他们的嫁 我不接受他们的嫁 哈哈哈哈 美女你放屁了吧 嗯 你重视的啥呀 这也腿 腿臭的呀 帅哥 做人要厚道 文又文了 怎么还要配发呢 文又文了 怎么还要配发呢 哈哈哈哈 高考六百分和六百万 你选择哪个 啊 你这个不应该这么问呀 知识是用钱来衡量的吗 它不能衡量啊 知识能创造财富 能提升自我价值啊 知识是能跟随你一辈子的东西啊 但钱不行啊 钱总有花完那一天 做人不能太负钱的 我选择六百万 对不起 我选择六百万 我比较负钱 真小 但是我可以拿六百万 明年再复赌一年 哦对了 这个明年还能再选六百万吗 你们宿舍都脱单了吗 没有 都没有脱单 只有一个脱单了 那你可以 跟你那个单身的室舍说句话吗 呃 希望他们 跟我一起吧 还怎么去形容你最的确 所以如果你有一家自己的店 然后还有一个梦美花老婆 还有一个当官的兄弟 你觉得你会开心吗 会啊 等那么五大郎吗 等那么五大郎 哎呦什么 哈哈哈哈 怎么了 你改WiFi密码为什么不通知我呀 我改密码告诉你干嘛呀 你当我们家孩子上网了 你知道吗 高三快高考了 考不上清华 你负得起作人吗 连密码都碰起不了 考什么计划 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女朋友一生气就爱摄我手机 我前段时间买的iPhone12又把他摄坏了 然后呢 然后我换了个新的呀 那怎么样 新的 新的 看起来挺好 不是要求劲 你说我是 世界海贷 你看看人家的老公 老公吗 你看人家的老公吗 哈哈哈哈 弄啥呢 操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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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你听过最扎心的话是什么 生孩子 本来最后就很痛苦了 你就别问孩子是谁的了 你喜欢我什么呀 我改还不行吗 我喜欢你穿衣服的样子 改不改了 那我问你 如果我给你十万让你离开我 你干不干 傻瓜 那我当然不愿意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那么喜欢你 那得加钱啊 你和人 你好 你好 这是采访的 请问你有乳名吗 什么是乳名 就是你吃奶的时候别人教你的名字 他们的黄我叫死鬼 两位女 你会讲粤语吗 雷四宝胚龙 你卷哦 请问你最害怕的人是谁 汪峰 为什么要害怕他 我叫怒方 他想咬我的妹 请问一下今年你多大了呀 三十五岁 三十多岁在广州这边的话 别人都开奔驰吧 马出门了 你怎么还骑个共享站车出来呀 那我问你 你多大 我也是三十多岁嘛 三十多岁还有人死了呢 你怎么不是谁 没有你们 前面就到服务区了啊 上厕所的准备好 大哥怎么准备呀 现在就把裤子脱好 你对男女之间劈腿这件事怎么看 我觉得如果男生劈腿的话 那真的太不应该了 现在找到一个好的女孩子 太不容易了 谈个恋爱也不容易 那女生劈腿呢 请联系我 是他主动把消息给我说 他大姨妈走了 要我晚上去陪陪他 我听到这个消息也很难过 他大姨妈虽然一直身体不好 但毕竟也才四十多岁 我还特意给他订了一个花圈送过去 结果晚上 我刚到他家门口 他全家人跑出来打我 采访我是憨憨 我真的想不到我到底做出了啥 想了一夜我才黄汉大呼 他可能是觉得我花圈买销了吧 花圈买销了吧 大爷 随机采访您一下 您看到烟台这大学 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哎呦 可见他吵极了 这个刀滴了滴了滴了滴 走进一齿门 帅个仰卫瞪啊 请联系我抱歉 我们这个节目是要走向世界 题目是雪中看烟台 哦 这雪在烟台 它非常漂亮 它装饰了城市 让城市漂亮 我看着你来的 这歌挺好听的 你怎么听啊 周杰伦的歌 你这是前面还可以 啊 你再说一遍 后面呢 后面我也不记得 我们有会员的听不了啊 哈哈哈哈 你们家小孩现在都看怎么动画面 喜羊羊与灰 李太郎啊 那他有没有觉得想象头上 为什么是一头靶呢 你为什么觉得他会像一头靶宝 而不像冰淇淋呢 因为我其实很好吃冰淇淋 他有冰淇淋 做过舔狗吗 没有 你有什么舔狗经历吗 没有 你有心仪的女孩子吗 啊 有 发展到什么地步了 现在还是微信好友啊 还是微信好友啊 昨天晚上聊天的时候 他给我发了一个 晚安的表情包 梦都是甜的 是他们是他们 对对对 走走走 兄弟啊 打扰一下 听说你是个诗人啊 好吧 我就知道瞒不住你们 我摊牌了 对 我的确是一位诗人 那你写过很多很多诗咯 很多很多 不要捅过来 那请问一下那首 纵你寻他千百度 目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 阳山出 是谁写的 是我写的 跟你说 不要捅过来 不要捅过来 你这个人一点都不尊重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这首诗是你写的 对啊 是我写的 这首诗是星期级写的 星期级啊 应该是星期六写的吧 这首诗是星期级写的 星期六啊 星期级 星期六嘛